上次那位乾隆在中水宮跟唐兒優惠的時候,聽見唐兒很傷心地說,現在外邊很多風言風語,說先帝爺死得不明不白,又說乾隆不孝順,在守喪期間跟唐兒搞三搞四,說想殺了婦衡霸佔唐兒,乾隆一聽就整個打了個冷針,剛剛想仔細問一下, 太監高無庸就急急進來說,主子呀,貴妃娘娘來莊香,就快到中水宮門口了,同年在守喪期間就坐回元朗的葡萄那裡,皇上呀,你快點走啦,快點走啦,不要緊,怕他做什麼呢,那時候有點妒忌,但他沒有什麼其他事情,好,朕今天當著他的面子, 還回公道給你,看他會怎樣,乾隆說完,他不走不止,還坐在葡萄旁邊的椅子上,一手握著肚子的唐兒,輕輕苦摸著他的頭髮, 有陣在書,什麼都不用怕,童又急又怕,在乾隆懷中想說挫身出來的,但被人一雙手就緊緊地按住, 唉,唯有聽天由命,挖在人家懷中呢,眼看著一串燈籠進了中水宮,看著那些宮女攻身形成貴妃娘娘,聽見高無庸在小佛堂外邊就陪著笑臉說, 唉呀,貴妃娘娘,皇上在裡面裝著香,叫跟隨的人員一路迴避波, 是嗎,今夜皇上還過來呀,唉呀,真是誠心呀,就算如來佛祖都感動啦, 那是一邊講,一邊走進來佛堂仔,我來了,皇上又在這裡,那都算是我的福, 說說說,他整個定住,佛堂裡頭燈足分明,在觀音座下,皇后的帝府唐兒,公然駁在乾隆皇帝的懷中, 乾隆一手握著他的肩膀,一手輕輕苦摸著他的頭髮,唉呀, 傻時間,娜娜氏好像被釘釘在底一樣,日又不是,推又不是,看又不是,回避又不是, 整面都清晰了,一句話都說不出來,乾隆就鬆開了已經,驚到差不多暈的堂兒, 起身走到香岸道,雙手合拭了個弓,上了三主香,這樣才轉身看著娜娜氏, 你是來裝香,還是來捉奸的? 不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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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娜娜氏從未見過乾隆的眼神,又慌又亂,都不知道說什麼好, 爐,爐皮不知道主子在這裡,真的,真的不知道的, 知道也好,不知道也好,你都看見了, 你看見了, 唉呀, 那既然如此, 爐皮就向皇上進一言,外面已經有風言風語, 這件事傳了出去,皇上面子不好看,皇后面子也不好看, 就算是堂兒也沒有辦法做人了, 那既然還沒說完,唐兒已經掩著臉哭了, 高無用,乾隆隔著門就吩咐一句, 跟貴妃來的人叫他們回宮先, 朕和貴妃今晚在這裡守夜進香, 說完她轉身,來回睹著布,忽然站定了就問了, 朕和貴妃,自古有沒有聽不見閒話的皇帝? 呃, 呃, 徵觀太宗皇帝的時候, 或者誘掛, 袁中開蓮, 嗯? 幾聰明啊, 你連唐太宗都搬出來, 看來你也讀過幾本書, 袁武門政變, 李世民殺卿散為, 知不知道? 一個武則天, 上時候太宗, 下士奉高中, 他們的名聲很好聽嗎? 奴婢, 讀書不多? 你應該學皇后娘娘, 讀女兒經這一類書, 乾隆見到娜娜士紅了臉, 低頭, 拿手猛的玩三腳那裡, 那種欲言幼子的柔情神態, 忍不住就動了蓮愛之情, 放鬆口氣還, 你是處處切房啊, 你自己算一下那那事, 浸回來的牌, 更多個皇后, 你為什麼還要妒忌呢? 別忘記了, 道記都是七七之條來的, 所謂七出呢, 就是封建社會優氣妻子的七種理由, 那再說乾隆, 看著低頭不出聲的唐兒, 口氣又變得嚴峻一點, 比如說, 在這個小佛堂, 浸在那裡進鄉, 吩咐了不讓你進來, 你居然進來? 浸就故意治下你這個毛病, 浸就和唐兒有情, 還有, 這件事, 你本身循規道具, 為親者避忌, 為尊者避忌, 你還三番幾次, 對唐兒說話有骨, 還全然這些閒話, 你既然來了, 也看見了, 那你說, 算是你有罪, 還是朕有罪? 那田龍倒打一棒, 還說得震震有詞, 還有一頂妒忌的大帽, 就沾到喇喇市頭殼, 已經壓得他喇不到氣了, 這句哪個有罪的質問, 就更加力如千鈞, 那那士再都沒有力氣了, 竟然貢一聲, 就跪低叩頭, 皇上, 紅蝙蝠人, 是, 是奴婢, 有罪? 知道有罪, 朕就免你罪, 今天告訴你, 朕索少將唐兒的性命面紙交給你, 他沒事, 那你安復尊榮, 招戒朕的愛妃, 如果他有什麼不測, 你的地位, 你的性命, 就不由得你作主了, 萬歲, 萬歲, 那士跪在地上, 握著乾隆的腳, 整身滴滴, 我因愛起妒忌, 實在是愛皇上, 不想被人家分了去,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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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乾隆一路笑一路走過去, 拉唐兒過來, 哈哈哈哈, 你們都愛朕, 朕當然都愛你們, 既然沒有了妒忌, 你們應該就是好朋友來, 來來來來, 在觀音菩薩前, 解了你們的冤見, 你們握手吧, 那時跟唐兒互相握手, 乾隆一路上來, 看唐兒回到養心殿, 經過這麼一場風波, 反而過了點眼分氣, 他又想聽那些所謂閒話, 不想回去住, 於是就吩咐人, 抬了一張春凳進來, 他躺在那樹, 叫唐兒就坐在凳的前面, 面對著自己, 那那士就打側身, 幫自己按摩突骨, 哈哈哈哈, 唉, 人生能有幾日寬, 朕今日有一對美人在身邊, 不易樂福啊, 唐兒就看一眼沒來心機的那那士, 皇上先頭說貴妃的說話, 有對, 有些不對, 唉, 我是有丈夫的人, 無論怎麼說, 這些都叫做罪孽, 如果不是為了肚子裡的小孩, 我真是想, 外面有人說, 傅行在前面, 跟皇上賣命, 皇上在後面, 跟傅行戴, 戴, 他實在抽到無地之用, 戴綠母這三個字, 說了幾次, 他還是說不出口, 如果只是說戴綠母, 乾隆一點都沒有所謂, 他想著世上的人成千上萬, 傅行和乾隆的二十七妹, 潔嬰和錫公主也有曖昧, 額父德雅也帶綠母, 德雅和月經格格又不清不楚, 這樣吳鎮清又, 吳鎮清又和, 唉, 連前輩聖祖的妃子鄭春華, 和尹營師通, 那麼英明的聖祖都帶綠母, 所謂臭漢, 莊堂, 宋不清, 袁迷湖, 名辣他, 現在又到清秘泰, 自古到今, 大同小義, 就算是現在皇宮裏頭自己的奔妃, 聽說兄弟裏頭都有尖爺, 自己都帶綠母, 實在是不算一回事, 但是事關父仁在前方賣命的說話, 就變得非常之嚴重了, 乾隆想說笑的, 笑不出聲, 只令她說, 唉, 世上這個情字, 造花排定, 誰都沒有辦法逃出這個羅網, 朕告訴你們, 傅行在山寨和那個女教匪頭目娟娟, 亦很有情分, 接著她就將在陀陀風那裏, 傅行和娟娟相會的情形說了, 這次娟娟如果沒有死, 那就懲罰難以兩全, 朕亦很為難, 既然娟娟殉情而死, 也就成了一段佳話, 對了, 你們除了聽了這些閒話之外, 還聽到些什麼? 傅行和一個江湖女賊, 還有一段這麼前面的情事, 唐兒聽了就很惡言, 不過不知為什麼, 她的心情反而輕鬆一點, 自己對不起丈夫, 丈夫另有所愛, 多多少少都會減少自己的負罪感, 想起第一次和乾隆做愛, 說起丈夫和二十七格格的事, 這時候就信了, 她反而覺得安樂了一點, 皇上, 皇上, 有件事, 我想說出來, 不過這件事說出來, 你不可以追究的, 如果追究起來, 就會拿我命, 何況, 我只是聽到一些皮毛而已, 什麼事這麼正重? 你說, 好, 朕不追究。 有人說, 先帝死於非命的, 哈? 乾隆本來很炭地躺在這裏, 一聲坐起來, 皇上, 你又說不追究的? 朕當然是不追究, 不過朕要先聽明白這件事, 你從頭到尾, 清清楚楚告訴朕, 朕就心中有數了, 看見唐兒驚到目定口呆, 乾隆就說, 唐兒, 你先在這裏攤下, 這些說話很重要, 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, 你在這裏養下神, 朕和娜娜氏找個地方談談, 說完乾隆就站起來, 娜娜氏就哩哩地跟著乾隆尾, 走到天者的院子裡, 這時候已經是夜心人靜, 中水公那些公女, 因為皇帝有命, 不讓騷擾, 個個都集中在西佩殿打坐, 院子裡沒有人聲, 一彎半月, 將昏黃慘淡的銀光灑在地上, 一時又被浮雲遮住, 從玉花園那頭飄過來的花香, 和從小佛堂飄出來的濃烈壯香, 遊合在一起, 黎曼在夜空之中。 很久是乾隆才小聲說, 小善, 你現在說吧。 皇上這麼信不過我, 又答應不追究, 這麼奴婢什麼都不想瞞了。 那天, 我弟父去十六格格家裡敗壽的時候, 在酒席上聽人說, 先帝爺最愛的一個公笨, 叫什麼? 隱帝。 喬隱帝? 原本是和十四祖穩提好的。 是呀是呀, 叫做喬隱帝。 穩提犯了事, 被流放到馬寧兒和祖宗守寧, 帶著這個姑娘做身邊人。 後來有人鼓動十四爺造反, 被先帝查出來, 護衛宮女大換班。 先帝就把隱帝收在身邊, 做了一個低等笨。 那麼奇怪, 真奇怪,先帝爺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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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三日三夜被人救起了,救他那個女孩就叫做小福,後來小福就跟先帝好了,不知怎辦,這件事被小福的族人知道了,就用火燒死了小福了。 這段悲慘的故事,乾隆在做王子讀書的時候就聽家勞高福說過,後來高福換主就被處死了,以為世上已經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呢?想不到外邊傳的居然比高福傳的更加逼真。 乾隆一邊想就一邊問麻辣事,先頭你講的那些跟先帝駕崩有什麼關係? 那個僑隱弟,生死了太子小福了,所以先帝收了他,說就說是個賓,其實愛他、疼他,陸公裡頭無人能及啊。 主要知道,先帝爺一輩子不愛財,不貪色,就是喜歡這個相貌又不是十分出色的隱弟。 他有時候火燒起來,又殺人又抄家,只要隱弟出他聲,就嚇到他老人家的火了。 乾隆就點一下頭,他見過,雍正有一次打自己的弟弟宏咒,打到藤條都斷了。 隱弟沒有出聲,只是拿了些金倉藥來,叫人和宏咒查一下。 雍正即時就流出眼淚,扔下藤條,長嘆一聲就走了。 乾隆正想說這件事的,馬拉斯又石破天驚地說出一句。 說出來沒人相信的,就是這個僑隱弟,拿了先帝爺的名字。 乾隆當堂打了個冷陣,他突然想起那個激動恐怖的夜晚, 喬起的兩條屍體,奇怪的血跡,用正莫名其妙的手照。 聽著馬拉斯又說了。 這件事,是一個僱女親眼看到的。 那天晚上,剛剛輪到這個僱女直夜,送茶水去御書房,給仙帝吃藥。 他看見仙帝,很溫柔地看著僑隱弟。 看了很久才說,嗯,難為你這麼忠心。 朕煩的時候,累的時候,一見到你,奇怪的是,那些煩氣、累氣就會沒有了。 你既然說,這些藥丸好,朕就和你一起服用。 那你一粒,我一粒,僑隱弟就少少少,遞了杯水過去。 那你一粒,僑隱弟一邊吃藥,一邊還笑著說, 哼哼,全名有三大疑案。 其中又有一件紅丸案。 說著說著,她和僑隱弟就一人吃了那粒藥丸。 那那個工女,後來就走出書房,走到窗口底下,聽到書房裡頭, 聽到書房裡頭,聽到嘩哼的聲音,打爛了個茶杯這麼悉。 於是她就甲骨腳爭,看一下裡頭。 哎呀,不看猶志可,一看當堂,嚇到傻了啊。 那書房裡頭,用整個臉,捱到朱竿那麼色,一手掩著肚子,一手接著僑隱弟。 你,你,你要試枕。 朱,朱連心都給你了。 哎呦,我現在肚子裡頭,好辛苦啊,好像被火燒著那樣。 哎呦,朱,朱快死了。 那個僑隱弟,就站在書桌邊啊。 順手拿一把才子刀,等等聲,衝前幾步,照著孫弟的心口, 撤一刀,插了進去。 那個僑女太在槍口裡看著的,怕到啊,快不出聲啊。 錢龍聽到這書也嚇了大跳啊。 這個情形跟當晚自己見到的現場是一模一樣的。 怎麼會令人不信呢? 他發誓牛頭看著重重疊疊的大小宮殿, 只覺得陰心心,冷冰冰的。 不知過了多久,才休息一口, 那後來呢? 後來,僑隱弟插了仙弟一刀。 看見仙弟,慢慢在那裡掙扎, 他就一路打倒疼,看著仙弟。 仙弟身在那裡插著刀, 撞下撞下撞下, 不然不肯跌下。 你, 你告訴陣朱, 為何這樣做? 為何這樣做啊? 喇, 喇啦事又知不知這件事呢? 要知后事如何,请听下回分解